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用户增长方法论 增长是当下互联网界的一个热门词汇 几乎人人都在谈增长 原因倒不是因为增长更容易了 而是更难了 随着移动互联网流量红利的逐渐消失 闪电式扩张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依靠简单粗暴的刷屏曝光 或者买流量拉新客来实现用户增长 也不灵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系统化和精细化的增长战略 这本用户增长方法论 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思考框架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黄永鹏 目前在阿里巴巴担任高级用户增长专家 黄永鹏是一个典型的斜杠青年 十年前从广告咨询行业转战互联网 在BAT三家公司都带过 负责过多款用户和日活过亿的产品 比如腾讯手机管家 百度地图 百度外卖 饿了满新选等等 在这期间 他既做过以零成本获得上百万用户的活动 也做过一年投入几亿元来拉动用户增长的大项目 既实现了一些产品的快速增长 又经历了一些产品的衰亡和失败 可算是身经百战的用户增长实战专家 黄永鹏认为 对于用户增长 目前存在一些典型的理解误区 比如有些人把用户增长简化为某个运营动作 像品牌曝光 买流量 给补贴等等 其实用户增长是一个复杂体系 涉及产品运营市场技术等多个环节的相互配合 光靠单点突击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系统化的思维 即使突然引爆了增长 你的产品也可能接不住 结果昙花一现 再比如 有些人做用户增长时喜欢跟风 当前谁最火我就学谁 但是像瑞幸咖啡 小红书 抖音 拼多多等等 增长方式都各不一样 你到底学谁呢 可能学得四不像 做用户增长 你不能光看别人的成功经验 还要切实根据自己产品的所处阶段 行业属性 竞争形式等等 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增长战略 在这本书里 黄永鹏从产品 渠道 营销创意等多个维度 搭建了一整套完整的用户增长方法体系 让初级的产品经理也能够很快上手 当然 我得强调一下 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产品 如果产品本身有问题 就好像你种下去的是一颗草籽 那无论你怎么精心浇水施肥 也不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本期音频 我就围绕产品 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详细介绍 黄永鹏的用户增长方法 第一 用户增长的基础 是精准界定用户痛点 第二 产品在起步阶段 要通过强化痛点来驱动用户增长 第三 产品的成熟阶段 要通过产品矩阵来驱动用户增长 先来说第一点 用户增长的基础 是精准界定用户痛点 这里的痛点就是指用户需求 包括了我们常说的痛点 爽点和阳点 为了讲述方便 我这里统称为痛点 人人都知道找准痛点很重要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但问题是 仍然有大量初创公司找到了伪痛点 结果惨遭失败 硅谷有一家智库 仔细分析了101家初创公司的失败原因 结果发现 找错痛点导致产品无市场需求 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有高达42%的初创公司中招 在中国互联网界 死于找错痛点的创业公司 同样是一抓一大把 比如在几年前的O2O创业浪潮中 上门理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伪痛点 想想看 我们理发最大的痛点 真的是因为懒而不愿意出门吗 并不是 绝大多数居民小区附近都有理发店 去一趟很方便 我们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合适的理发师 剪出来的发型不满意 而上门理发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还会造成额外的打澡卫生的麻烦和安全隐患 再比如 这两年有很多创业团队杀入陌生人社交这个领域 结果全都掉进坑里 社交软件Join的创始人宇宙说 他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一年多 结果吃惊的发现 陌生人社交这个赛道根本不存在 大家全都找错了痛点 想想看啊 作为一个现代人 你几乎每天都在和陌生人打交道 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 但要注意 现实生活中的陌生人社交都是场景驱动的 比如你要创业 你就会去认识一些投资人 你想打羽毛球 就要结交一帮球友 你去读个MBA 就认识了一堆新同学 但很显然 点对点的陌生人社交产品 不能够解决这些场景化的社交需求 陌生人社交产品唯一能满足的真实需求 其实是线上约会和相亲 所以不奇怪 活下来的社交产品 要么转去做了熟人社交 要么转去做社区或者直播 要么直接转为线上约会和相亲 我们进一步问 那为什么连资深的产品经理也会找错痛点呢 原因就在于 我们考虑痛点时容易陷入单一维度 而实际上 界定痛点必须同时考虑三个维度 用户 场景 和问题 也就是说 你的目标用户是谁 他在什么场景下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就是作者界定痛点的三角攻势 我们以吃饭这件事情为例来说明 程序员张三 他在公司加班 肚子饿了 但没时间出去吃饭 所以他选择饿了吗 外卖 广告人李四 他要在北京国贸附近请朋友吃饭 但是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餐厅 于是他选择上大众点评去看看 大学生王武 他今天过生日要请几个室友吃饭 想找个能吃能玩还便宜的地方 于是他选择去美团团购 你看张三 李四 王武 这三个用户身份不同 场景不同 遇到的问题不同 当然痛点也就不一样 解决方案也不一样 在界定痛点的三角攻势中 我们重点讲讲用户和场景这两个维度 因为最后一个维度 问题其实是必须放在这两个维度当中来思考的 搞清楚了用户和场景 自然也就搞清楚了问题 先来说用户 同一款产品 理论上可以覆盖不同的用户群体 比如在线少儿英语的用户 有的是希望提高英语考试成绩 有的是希望提高英语交流能力 特别是听说的能力 有的是希望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还有同样是健身产品用户 有的是想减肥 有的是想塑形 有的就是明确的想练出马甲线 再比如一款高端跑鞋 它的用户包括马拉松跑者 普通跑步爱好者 以及跟风偶尔跑一跑的大众 这些不同的用户实际上属于不同的圈层 在产品初期 千万不能贪大求全 想去覆盖这些所有圈层 而是应该把业务聚焦于某一核心圈层 这个核心圈层就是梁宁老师说的第一只羊 如果你的第一只羊在这里玩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锁定这类用户去做推广 逐渐把这个圈层打透 然后才可以开始下一步 就是破圈 把产品扩展到其他圈层 比如小米的早期业务 就是聚焦于对配置要求比较高 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手机发烧油圈层 在这个圈层打响口碑之后 再破圈触达普通手机用户 再比如2020年跨年夜刷屏的B站晚会 被网友们认为 玩爆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 成功破圈 这背后是B站花了整整十年时间 只专注于二次元圈层用户 从而深刻理解了90后 00后群体的文化心理 实际上 真正能实现全圈层覆盖的产品 是极少的 像阿里每年的双十一活动 是投入了一二十亿的市场费用 才基本覆盖了线上线下的 大部分传播渠道 对大部分产品来说 搞清楚你的核心圈层用户 养好你的第一支养 才是最重要的 说完了用户 我们再来说场景 很多时候 用户是谁搞清楚了 但对使用场景却没想清楚 同样会踩坑 书里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案例的主角 是楷书讲故事的创始人 王楷 我们知道 王楷原来是央视主持人 还是小说演播艺术家 拿过很多奖 对他来说 给孩子们讲讲故事 是小菜一碟 开始创业后 第一天 他就一口气录了18个故事 在产品里上线 没想到的是 后台却接二连三的遭到用户投诉 说他讲的故事过于生动鲜活了 这就奇怪了 讲故事 难道不就应该生动鲜活吗 原来楷书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考虑到场景 这款产品的典型使用场景 是每天晚上八点半以后 妈妈陪着孩子在床上一起听故事 家长除了希望故事给孩子带来新的认知 同时还希望故事能起到哄睡的作用 孩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结果呢 楷书讲的实在是太精彩了 孩子越听越兴奋 越听越睡不着 当然要引起家长投诉了 通过场景分析 楷书这才搞清楚了用户真正的痛点 及时调整了产品策略 在故事结束的时候 附上一首轻柔缓慢的诗歌 反复读十几遍 声音越来越小 孩子很容易就睡着了 调整后的产品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你看这就是从场景出发来考察痛点的重要性 再补充一个我自己印象很深的案例 也是关于场景的 日本丰田公司有一款叫做塞纳的客户两用箱型车 在北美市场卖的不好 公司想针对北美市场的特点 对车型做全面改进 还任命了一位叫做横谷雄斯的年轻人 担任研发总工 想想看如果是你该怎么做呢 一般能想到的 就是看看目前北美市场上流行什么车型 查查资料 做一些用户调查 然而横谷雄斯的做法是 亲自开着老款塞纳 走遍美国五十个州 加拿大十三省和墨西哥大部分地区 他这是在干什么呢 就是通过亲身融入场景来体会用户的痛点 横谷雄斯发现 加拿大的马路中间比两边高出不少 可能是因为加拿大经常下雪 这样比较容易排水的关系 考虑到这一点 就必须增强切换车道时的控制性能 在开到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区时 横谷雄斯发现 当地的横风和侧风很大 它的赛纳车被吹得直摇晃 这就要求增加车身的稳定性 横谷雄斯还发现 在日本路途一般比较短 日本人也不喜欢在车内喝东西 一个杯架足够用了 但是美国人经常开长途 他们常常在车里放上两杯咖啡 再另加几瓶水 因为在中途可能买不到喝的 而且美国人还喜欢边开车 边吃汉堡薯条 于是新款赛纳一口气在全车里 设计了14个杯架 以及一按就能伸出来的食物托盘 让长途旅行者觉得非常贴心 还有美国人喜欢去家居超市 加德堡买大件货物 自己回家组装 但老款赛纳的后座空间太小 装不下那种常见的1.2米宽 2.4米长的甲板 而新款赛纳加长了后座空间 刚好能装下这种尺寸的甲板 可以想见 经过这样的一系列改进 新款赛纳在北美市场大获成功 从这个例子 我们也能更清楚的看到 如果不进入用户的真实使用场景 你就很难发现用户的真实痛点 好 这部分我们介绍了 界定痛点的三个维度 用户 场景 问题 用户不同 场景不同 遇到的问题不同 解决方案也不一样 精准界定用户痛点 是用户增长最重要的基础 找用户痛点这么难 一不小心就会踩坑 怎么办呢 经验不足的产品经理 往往一上来 就规划一个大而全 包含各种功能的产品 心里想 我反正广洒网 总能逮到一个痛点吧 其实这样做是很要命的 功能太多之后 你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验证和优化 实际上 要验证用户痛点 必须从最简单的产品形态入手 业内称之为MVP 这可不是指最有价值求援 这是指最小可行性产品 Millium Viable Product 也就是说 要用最少的时间和资源 开发出一个最简化 并且切实可用的产品 通过快速迭代来验证用户痛点 比如微信的最小可行性产品 就是一个即时通讯工具 它的1.0版本 今天看起来非常简陋 只有四个基本功能 发送文字 发送图片 导入通讯录 设置头像和微信名 再比如 得到公司的最小可行性产品 就是罗振宇在2012年12月21日 也就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那一天 在优酷推出了第一期 15分钟的逻辑思维节目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最小可行性产品 不一定是一个APP或者网站 它可以是一段视频 一个公众号 甚至是一个微信群 假设你想做一款针对初级产品经理的在线收费培训产品 那么你是不是非得先开发一个APP 然后招募一堆老师 录制一系列课程 然后才能上线验证用户需求呢 完全用不着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拉一个初级产品经理的微信群 然后做一个培训课件PPT或者录一段视频课程 共享到群里 你马上就能得到用户的真实反馈 从而初步验证这个需求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验证完痛点 发现的确可行 那么接下来就要聚焦于这个核心业务 做深做透 而不要急于把战线拉长 我们以滴滴出行为例 你肯定还记得 滴滴的第一个最小可行性产品 是在线打出租车 这是2012年9月推出的 而现在我们最常用的滴滴专车业务 是在两年之后 也就是2014年8月才推出的 为什么前后两个业务相差了两年之久呢 原因之一是产品形态还不成熟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培养用户习惯强化痛点 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形成使用网约车的习惯 如果贸然推出专车业务 很难实现快速增长 而通过2014年 滴滴和快滴补贴烧前大战 用户在线轿车的习惯已经被慢慢培养起来了 这时候在顺势推出 比出租车更方便 服务更好的专车就水到渠成了 说完成功的案例 再来说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就是黄永鹏亲手负责过的百度外卖 百度外卖是百度这几年来 少有的发展的很好的产品 曾经在针对白领的外卖市场 做到份额第一估值100多亿元 与美团外卖 饿了吗 并列为外卖三巨头 可惜的是啊 这样一个明星产品 最后却失败了 被饿了吗 收购 那么百度外卖到底败在哪里呢 黄永鹏认为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百度外卖 在还没有把核心业务 做深做透的情况下 在错误的时间 做了错误的产业布局 我们来复盘一下当时的情况 2015年是决定百度外卖胜败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 外卖三巨头各自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 先是百度外卖融到了2.5亿美元 紧接着 饿了吗 融到6.3亿美元 然后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 融到了33亿美元 被阻了子弹的三巨头 开始了最后的拼杀 饿了吗 和美团的战略选择是 将业务聚焦在外卖领域 通过大量补贴来抢地盘 抢商户 等于是在外卖领域重演了一遍 滴滴快递大战 而百度外卖的选择却很奇怪 它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本 去做餐饮领域的其他布局 比如自建中央厨房 自建餐饮品牌 上线生鲜电商等等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 这样做的结果 当然是做师外卖基本盘 等它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百度外卖错在哪里呢 自建品牌 生鲜电商不是不能做 但这些业务 应该是在核心的外卖业务 获得显著竞争优势之后 以高频刚需的超大流量来拉动 就像滴滴以网约车的流量 来拉动专车业务一样 试想 如果滴滴在网约出租车的补贴大战中 落败了 他的专车业务还能做起来吗 道理是一样的 好 这部分我们讲了 产品起步阶段 要先通过最小可行性产品 来验证痛点 然后通过聚焦核心业务 不断强化痛点 来驱动用户增长 当产品有了足够坚实的核心业务 接下来就可以考虑增加不同的业务线和产品组合 通过产品矩阵来驱动用户增长 产品矩阵的要点 是让不同的业务和产品承担不同的职能和角色 相互协同 相互导流 比如 雷军把小米的产品矩阵叫做铁人三项 这是指小米的业务有三大块 分别是 以小米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硬件 以小米商城小米之家为代表的新零售 以及以米右和小米云为代表的互联网业务 在这铁人三项中 小米手机流量极高 但是利润率极低 它就是用来引流的 新零售是用来沉淀用户的商业场景 而以米右和小米云为代表的互联网业务 才是小米真正赚钱的业务 一般来说 好的产品矩阵要具备三类产品 流量产品 利润产品和形象产品 顾名思义 这三类产品就是分别用来创造流量 获得利润和提升形象的 而且 不是一定要像小米这样的巨头 才order转产品矩阵 很小的业态也是可以做的 在这本书里 黄永鹏讲了一个真实的小案例 黄永鹏说 他家楼下有一个卖馅饼的小伙子 只做两种素馅饼 酸白菜的和韭菜鸡蛋的 一块五一个都非常好吃 黄永鹏经常在他家买馅饼 一来二去就和小伙子混熟了 有一天 黄永鹏问小伙 生意怎么样啊 小伙回答说 销量还行 但因为价格比较低 赚不了什么钱 要是提价 又怕没人买 于是 黄永鹏就给他支了一招 第一 在现有酸白菜和韭菜鸡蛋的基础上 再增加两种口味的素馅饼 比如白菜豆腐和西葫芦饼蛋 价格还是一块五一个 卖一段时间 看看哪种好卖 然后把不好卖的给淘汰掉 第二 增加两种肉馅饼 猪肉馅的 两块五一个 牛肉馅的三块一个 第三 推出一款小龙虾馅饼 定价五到六块钱一个 每天只做二十个 同时在摊位旁边放上一盆子鲜活的小龙虾 立个牌子 写上 最鲜活的小龙虾馅饼 每天现卖二十份 这是在干什么呢 其实 这就是黄永鹏给馅饼摊设计的产品矩阵 素馅饼就是流量产品 增加品力的目的是为了找出真正的爆款 然后只做爆款引流 肉馅饼就是利润产品 让小伙儿在不流失低端客户的同时增加利润率 至于小龙虾馅饼就是典型的形象产品 他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品质感和稀缺感 让顾客觉得这里的馅饼食材新鲜 讲究让人放心 黄永鹏说 半个月之后 买馅饼的小伙子非常兴奋的告诉他 这半个月挣到的钱 比过去一个月都多 来买馅饼的人也明显增多了 这可以算是用产品矩阵来拉动用户增长的典型案例 在这个案例里 产品矩阵里的所有产品 是围绕同一个痛点来展开的 这也是很多企业做产品矩阵的通用做法 不过还有一类企业 他们在做核心业务的时候 发现了用户的衍生痛点 于是沿着这个衍生痛点布局新的业务 讲一个传统产业里面的典型案例 就是日本亚马哈公司 日本亚马哈公司是一家同时生产 乐器 家具 汽车 电器 机器人等 多元产品的企业集团 看着它这些相互不搭借的业务领域 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回顾它的发展历程 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亚马哈一开始的业务是修理钢琴 修着修着 发现很多钢琴质量不好 所以开始自己造钢琴 钢琴是木制的 亚马哈在学会造钢琴以后 就顺便制造木制家具 然后开始造木制的飞机螺旋桨 并由此进入了飞机引擎的生产领域 然后又接着开始自己造汽车 接着是机器人 你看它的每一个新业务领域 都是在做旧业务的时候 因为发现了新痛点 而自然生长出来的 吴伯帆老师把这种增长方式 叫做藤蔓式增长 在中国互联网界 字节跳动的产品线 就是典型的藤蔓式增长 今日头条是字节跳动起家的产品 创立于2012年 到2016年时 日货用户数有6600万 月货用户数有1.4亿 正处于高速增长期 就在这一年 张一鸣敏锐地发现 用户在今日头条上 看视频的总时间 已经超过了看图文 这意味着图文资讯类产品 即将触顶 而短视频正在崛起 在发现了这个新的痛点和需求以后 张一鸣提出了all in战略 集中公司资源全力攻打这个痛点 在不到半年时间内 推出了三款短视频产品 分别是头条视频 火山直播和抖音 其中头条视频和火山直播 本来是放在今日头条平台上的 张一鸣把他们拿出来独立运营 头条视频改为西瓜视频 火山直播改名为火山小视频 他们和抖音一起 组成了字节跳动的视频产品矩阵 其中最后这一步很关键 如果西瓜视频和火山小视频 没有拿出来独立运营 就不一定能走很远 这样一来字节跳动的视频矩阵 就会薄弱很多 这是有前车之见的 比如迅雷 当年他们通过下载业务 发现了用户的衍生痛点 就是对影视剧内容的需求 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叫迅雷看看的视频平台 以影视剧为主 可惜的是 这个平台最终没有做起来 迅雷创始人程浩说 他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有把迅雷看看拿出来独立运营 而是放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之下 迅雷本质上是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 核心业务是通过技术手段 让用户下载更快 而迅雷看看本质上是一个内容驱动的产品 属于娱乐业范畴 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结果这种不同基因的产品 在公司不能兼容 迅雷看看 也就坐视了成为爱奇艺或者优酷的机会 好 这部分我们讲了 在产品成熟阶段 可以通过产品矩阵来驱动用户增长 好的产品矩阵 要包括流量产品 利润产品和形象产品 还可以通过发现用户的衍生痛点 来实现腾慢式增长 好 关于黄永鹏的用户增长方法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简单回顾一下 用户增长的基础是精准界定用户痛点 界定痛点有三个维度 分别是用户 场景 问题 用户不同 场景不同 遇到的问题不同 解决方案也不一样 产品起步阶段 要先通过最小可行性产品来验证痛点 然后通过聚焦核心业务 不断强化痛点来拉动用户增长 到了产品成熟阶段 要通过产品矩阵来驱动用户增长 好的产品矩阵 要包括流量产品 利润产品和形象产品 还可以通过发现用户的衍生痛点 来实现腾慢式增长 如果你对用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